今天我军和印军在边境就有和平的问题 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军事会晤 举行这个会晤之前 董王在推特上面是发了毛随自荐 说是美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帮中印两国调解促进和平纷争这些乱七八糟 然后我国发言人赵立坚明确指出跟你没关系 印度也就是表示明确拒绝 这两边不是人吃了个闭门羹 其实他要进来插一脚这个事情 你不看新闻你大概也能猜到 同时两边都拒绝 应该也是你不看新闻你应该能猜到的 我国一向就是我不干涉他国内政 他国也不要来干涉我们内政 印度都一个世界大国 他是有一个大国风范的 凭什么我跟中国的事情要你插一家呀 一直以来印度对美国种种所谓的讨好行为呢 基本上都是热脸贴冷屁股啊 是没有一个特别的感激之心或者怎么样 因为毕竟毛老师的话来说呢 就是我是一个大国 这都是应该的啊 包括印度的资助产业 IT和医疗行业也都从美国捞了不少油水 那美国这边呢 希望他成为啊 我国的次要战略方向上面的一个重要挑战 所以呢 也是千一百顺 当刚娶的小媳妇一样哄的 当然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 就边境问题而言本身没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就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情来看呢 又是你丢十子 又是互殴 实在也不像是一个和平稳定 能够长久和睦相处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该谈还是要谈啊 印度方面呢 也是认为和平协议 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 那么其实2020年一时啊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啊 我们直播的时候调侃 说以后学历史的学生 今年那是难点中的难点 考点中的考点 非常难学的一年 是吧 那么印度呢 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啊 我说这个叫 这一年美国印度化 印度神仙化 印度哪里神仙呢 就发生了一系列喜剧补怪的事情啊 西边呢 是皇军来了 东边呢 20年来最大飓风 安分啊 席卷印度 东边的几个邦 死了几百人 数万人无家可归 政府呢 束手无策 然后又是在这张新管 然后中部呢 又恰逢大汉 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就是 水火之灾啊 如果用项学来说的话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这个古代里面 史书记载的天灾 该有的都有了 又是瘟疫 又是洪水 又是飓风 又是蝗灾 现在天约报道说这个雷与天气 结果呢 一道雷直接劈下来 把太极令的这个主体建筑劈伤了还怎么着 和美国国企一样的吗 一劈两半 就史书而言呢 该有的灾害 能发生的灾害 基本上都已经发生了 印度呢 有两大党 人民党和国大党 之前呢 国大党比较厉害 现在人民党比较厉害 莫迪老千是人民党的啊 那现在他可能就是 是吧 既然这么多水火之灾的话呢 怕是 哈哈哈哈 于是呢 现在这个国大党党主席啊 叫索尼亚甘地 是之前 他不是那个圣雄甘地 没什么特别关系 他之前 他的老公是印度总理 他积极培育自己的子女 进入印度的政坛 他的儿子 拉乎尔甘地呢 是接了这个印度国大党的主席 2014年呢 到2019年 2019年呢 估计时运不济 天命不在他 于是呢 他就引救辞职 他亲妈又重新上台 从之前被他提拔的 这个印度财长辛格手里 又接回了 国大党的主席 这么一个席位 那其实说这个拉乎尔甘地 其实挺可怜的啊 这哥们 这哥们 14岁 祖母遇刺身亡 他是个政治世家 21岁 亲爹遇刺身亡 所以说 嗯 就是很奇怪吧 不过 大家之前听过这个印度乡下 是吧 就说 说开枪就开枪了 这个大哥脾气 一直不住 暴躁 是吧 那也很正常 本来2019年 那索尼亚的儿子 下居之后呢 觉得不太行啊 对吧 有点没落 结果呢 搞不好 就因为又看到天灾 又看到人祸 啊 说又是水淹 又是火灾 又是飓风 又是雷电的 这肯定是老天爷认为 天下有变 神器更逆啊 又回到我甘地家族 登上舞台的时候了 于是索尼亚啊 就一开始肘蜀 一愁愁呢 他就晚上吃饭 吃个鱼的时候 拿刀子一拉 哎 鱼肚子里面一个纸条 拉开一看 甘地老仙 寿命于天 然后想哎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事 还不知道哪个贱民 闲事没事干 写这种东西 然后吃掉 把这纸条往垃圾桶移热 然后晚上吃完饭 就散步 看到一堆狐狸 在另外一个山头上面 围着篝火 在那边叫 哎呀 国大兴 甘地旺 然后回家的路上 一想想啊 不对 这玩意有点玄乎 是吧 于是叫旁边的佣人 捡块石头来防身 佣人捡了块石头 石头上面一看啊 写的是 国大兴而太平 这索尼亚定睛一看 妈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随手一扔 把这个石头扔到河边去了 扔到河边一跳一跳 就砸中了一只老园 这个老园从河里扶上来呢 定睛一看啊 背上还画着画 那打着灯 应该是画的什么呀 啊 看清楚了 太公望风于旗 哈哈哈哈 回了家之后 想想 妈的干脆不想了 合一而卧 卧了呢 就睡着 睡着之后啊 梦到一只开瓶的大孔雀爱人 那个漂亮 然后梦着梦着 正带着看那个孔雀身上的毛的时候呢 突然啊 这凡天就走出来了 说你一定要出来选拯救印度人民 哈哈哈哈 这个一梦醒来呢 这个索尼亚大腿一开 妈的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悬 当然这些东西都玩笑话啊 伯俊一笑 如有了一通全数巧合 这个索尼亚甘地呢 他本身是意大利级 放弃了意大利国级呢 加入了印度级 整个甘地家族可以说是尼赫鲁一系的 就是毛主席说那个想三天三夜 想不通为什么要来搞我们那个尼赫鲁 遇刺的这个叫拉吉夫甘地 本来呢是一个印度史上挺厉害的一个有作为的人 就这哥们可能是收了一些钱和一些寡头可能有一些关系 最后是被人扒出来的 然后有一些众判亲离的意思 所以一直消沉 一直到04年国大党才正式的杀回来 而当初啊 拉吉夫提拔了财政部长辛格呢 也就是后来重新把国大党主席从索尼亚的儿子手里 给到索尼亚的这位辛格 也是第一个西克教徒 头上缠带子像阿里巴巴那个 西克教徒啊 能做到印度的这样的部长级高官的第一人 所以其中关系 错综复杂 但如果我们要说玄幻的话 印度这一年的开局的确是比较魔幻 还有很多这个天灾已经多了数不清了 人祸呢也更多 这个事情要是发生在其他国家 在什么地方呢 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一个重大新闻啊 但发生在印度 似乎就觉得啊 这东西可以理解 我并不是嘲讽印度 但是人家的确是一个 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吧 只不过他这个以人为本 以的这个人呢 和我们想的人应该不是一样的啊 有人就是说印度经营认为印度就有1亿人口嘛 对吧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有上个月发生的 我们跟他讲的这个火车压过去 结果有人在那个轨道上面睡觉啊 这个17个人啊 类似这种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事情 就是印度 他有一个公司做了一个 remove all chinese apps 清除所有中国应用程序 做了一个这么在安卓手机上面的 专门用来清除中国应用程序的软件啊 结果似乎还挺畅销的 这个软件 当然非常奇怪的是 你们用的手机 很多都是made in china 很多都是中国品牌 你用着中国品牌的手机 用着中国制造的手机 又删除一些中国的制造的软件 这算是什么操作 就在他们实行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过了一个星期 就前天的事情嘛 谷歌就把他们做的这款 remove all chinese apps 这个应用软件啊 给下架了 说呢 是违背了谷歌的一些用户协议啊 违背了 这违背了什么协议 谷歌反正没说 所以呢 和印度的问题啊 真是三言两语 很难说清楚 又是邻居 又是伙伴 有的时候呢 也有些摩擦 但是就总体的发展而言呢 中印是有非常多的沟通管道的 你要是说 虽然现在成冰边境 你说真要搞这什么事情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 我甚至觉得呼吁都没必要呼吁了 你就懂啊 出来想插一脚 两边都非常直接 这就非常明确的 两边都是 对吧 就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 就好商量吧 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龙象之争 这不会的啊 龙象跟我比较恰当 就我们中间说的这个甘地 这个问题啊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瓜可以吃的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玩意能不能讲 因为尼赫鲁也姓甘地 另一个总理 英吉拉也姓甘地 然后呢 拉吉夫也姓甘地 而且提名虽然说财长 星格 就是这个西哥教徒 让他当总理 但是说让他当总理 他选上之后呢 立马做的第一件事就回头给索尼亚甘地 鞠了个躬 印度啊 男人给女人鞠躬 还是选上总理之后第一件事 各位想想这个问题啊 他是能选总理 索尼亚甘地是选了总理之后自己不当 然后就给星格当 所以啊 本质上来说 整个甘地家族算上星格的话 他一个家族当总理当的时间 是整个印度独立的时间的三分之二 都是他们在当总理 这里面的瓜各位 是吧 但是就和我国比较关心的 是吧 中印关系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摩擦和变动 双方都非常的克制 而且印度这方面啊 真正是有能力造成一些影响的人的 心知肚明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搞才会更好 所以碰到这种所谓的硬吹硬黑啊 大家就是看看笑笑就好了 好吧 跟印度的关系呢 我觉得将长期啊 以过去世 现在也是 以后估计也是 长期互相打打闹闹的竞争对手关系 不会退步 但是也估计不会太近吧 不过印度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一直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啊 包括一些奇闻趣事 这点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